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望向》编辑部YouTube频道的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DC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亦都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本位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浪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继续抗疫 拼经济 反网步 好 今次我们又谈谈电动车救世主Elon Musk 当然了 我们说过他有一件事最擅长 就是将自己变成一个品牌 老实说 我觉得Elon Musk这个品牌 是比Tesla更加响当当的 因为他还有SpaceX 还有很多东西 还有他的一句话 一条推特 就可以令股市翻文覆语 当然了 现在西媒就说 糟糕了 推特就让这位电动车救世主 马斯克收购 收购之后 最受益的就是中国 居然这么说 他们就说 你们还记得吗 19年的时候 马斯克就在上海开设特斯拉的超级工厂 当时中国政府以价值几十亿美金的廉价土地 还有贷款 税收价免 还有补贴 是欢迎他的 但是你不要忘记 他也是赌了一把 他也是赌了一把 其实是赌的 其实这个人都赌性很强 我觉得他有点像约翰逊 说话说得很大 他就看赌不赌赌赢 当时 Elon Musk 马斯克就说 我真的认为 这个世界的未来 应该就在中国 自从过了之后 其实当然 疫情就令到特斯拉赚了很多钱 因为 疫情之下 其他人就没有晶片 但是他 当然了 很多车都卖到断货 他一直都是 为裁员讲进的 2021年 这一公司四分之一的收入是来自中国的 但是 问题也是有的 去年 Tesla 在中国因为生产缺陷 而引起消费者还有监管部门的 当然是独卒 我最记得他的 好像是一位女士 是他们公司的一位高管 很串 在达成 收购Twitter推特的协议之后 其实 很多媒体 CNN 纽约时报 华盛顿邮报 还有 卑鄙事业也担心 还有伦敦金融时报也担心 其实 会不会最后面 益了中共 很搞笑 他们觉得益了中共 因为 Elon Musk 和中国的关系 是很好的 所以令到 西媒 还有一些政客 相当担心 其实 就好像所有在中国的 外国投资人一样 我们看到 这个马斯克的 经营 都是要遵守当地法律 所以 西媒就说 他一定是不敢越过敏感的政治红线 那有什么错 他做生意 谁会 对 对 他们也拒绝了苹果 就说 连全球市值最高的苹果公司 都是 对中国政府 千衣百顺 不敢越过他们的红线 包括 按照中国法律 审查 他们的应用程序 Apple Store 那有什么错 说真的 就算 你倒转来 中国的公司 去到你那里投资 开厂 或者做各样生意 都要根据你们那里的法律 是吗 没错 是不是要踩你红线 我想问有什么问题 好像纽约时报就说 Twitter 如果是激怒了共产党掌握的中国 Elon Musk 在中国的港泛投资 就会冻过水 所以 他一定很担心 中国的 所以就不敢乱讲话 他们也说 中国政府是禁止了内地使用Twitter 因为Twitter有很多怪怪信息 你们也说 Twitter的信息被Elon Musk 搞到没底线 如果Elon Musk 真的收购了之后 如果你们觉得没底线 那中国更加不可以用 是吧 当然 他们也说 中国政府会觉得 Twitter有太多假信息 和误导性信息 所以就禁止了 各有各法 皆有家规 我觉得 其实有道场是好的 真心地说 因为 中国人如果 而且传谣的速度是很快的 全世界都是传谣的速度 比辟谣的 辟谣跑断腿 我们经常说 与此同时 当然 西梅就说 一个对中国有好感的投资人 其实我觉得他是对钱有好感 他去到印度 他也是跳反拍印度舞 他回到德国 就说我是德裔宾州人 事实上他是德裔的 这个现实 他一直 向哪里政府 他都是 他都是做戏的 你可以说他真心真意 但是 这人 你看得出他是 那些叫什么 撈家仔 这个人 很厉害的 撈家仔 这个人 难道去到别人那里 拆别人台吗 难道你在 信奉某宗教的国家 大力说 大家一起吃猪肉吗 这真是好笑 不会的嘛 那么 西梅也说 哎 他们对中国有好感 但是这个对中国有好感的人 就是控制着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 几个社交媒体之一 例如 在上海 现在是封控着 Tesla 的工厂就被逼关闭 Elon Musk 他不敢 有任何评论 有什么评论 有什么评论 听当地防疫人员的话 遵守当地法律 有什么评论 有什么评论 对了 我是不明白 我是不明白 另外 西梅也访问了阿拉巴 马大学 数字技术 助理教授 就叫做 Marx 他就说 哎 口里道 可能很有 大量的信息来自中国 而且这些信息 也有很多虚假信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Elon Musk 和中国 是有利益冲突的 我看不明白这个邏輯 他就说 现在 电动车狗势主 当然我说电动车狗势主 马斯克现在就拥有Twitter这家公司 既然他 所有的投资 或者部份投资 都绑在那里 你觉得他会怎么处理 他当然 会 对中国政府 延听计从 我想问 是不是一定要 什么都反 不是延听计从 不遵守当地法律 其实他更简单 反正Twitter在内地都用不了 我不明白他的逻辑 你反正都用不了 那 有什么大影响 是不是都是这样 他也说 你看看 亚马逊的创办人 他 都是质疑 这个 马斯克 大家做生意 不奇怪 他也说 中国政府 是不是 会对 Elon Musk 有影响力 马斯克其实 是没有详细地说明 改变Twitter的计划 他只是承诺 Twitter会成为一个 自由言论的平台 同时 会禁止 大量的 假帐户 当然 西媒就说 你这样说 即是得罪中国 他就说 中国是制造大量的假帐户宣传 而且 很多媒体 发email给 电动车狗势主 就问他 怎样去 治理这个Twitter 如果 中国政府对你有任何意义 那么快就问 他们就说 Twitter和 Elon Musk 马斯克 都是未回复的 可能之后一次个回复 你怎么知道 还有 会不会觉得你的问题很无聊呢 其实 当他在当地做生意 就是守回当地的法律 我觉得就是 是吧 嗯 他们也说 很明显中国已经意识到Twitter的影响力有多厉害 2009年的时候 当 这个 穆斯林和汉族之间 在新疆首富乌鲁木齐 当时很麻烦的 那些汉人很麻烦的 就发生骚乱的时候 政府就按了Twitter 喂 我想问你一件事 之前 其实 很多西方国家 有什么大件事 如果散布一些 极端主义的时候 你都按了它 那有什么问题 是吧 那当然 他们就说 现在中国政府 就加紧行动了 利用 他们在海外的影响力 就好像 2019年 当时香港的民主抗议活动 的画面在全球 传播 但是你是补一半 补一半呢 最厉害就是那些 那些西媒 我记得有一张图 他只是看到 一边 就是 警方就开始落单 但是 他只是拍一边 后面原来一大堆人 是 是想向警察动手 他有 这些相片的 他有角度问题 那 当然这样是不公平 那按Twitter 都是 那么多这些 不公平的新闻 其实他继续按你 都是正常 我觉得就是 当然 他也说 越来越多中国官员 其中有些 刚刚接触Twitter 开始 附和官方 对批评人士 指手挖脚 经常批评 对中国政策 不满的人 他就说 这个 就是称为 战狼外交 他们是受到 民族主义的影响 他们得到大量 有一个模糊的信息 所以到 2019年年底 已经删除了 其实Twitter删除了很多币 还有Facebook 还有Twitter 还有YouTube 都清除了一些币 《纽约时报》说得更厉害 他就说 当大流行开始时 中国政府 毫不妥协 增加努力 很多外国官员 和国家 就说 中国 在发研新冠的地方 即是所谓的实验室 起源论 他们就说 中国政府不满 所以 有些官员在Twitter上回应 这样也不行 他们也说 自从那次之后 和外交官 还有官方媒体 一起发帖的 那些假币 就越来越多 而且 他们 也发表了一些 论调 是反对 所谓的种族灭绝 其实 中国官方一直都反对 反对种族灭绝有什么问题 不是支持 他的意思就是 是反对 因为西方就说 中国是种族灭绝 中国就反对这些 这样的说法 但是中方也是这样的 另外 来自 克莱姆森大学的 一位专门研究 虚假讯息传播的教授 叫做Darren 他就说 Twitter发现了 即使了解中国的技术 他们都很难阻止 中国的信息 是在Twitter上流动的 其实 说真的很多信息都很难阻止 其实为什么要阻止 因为 因为他们觉得 中国的全部都是假讯息 是不是 当然 他们也说作为Twitter新的主人 Elon Musk 很可能 在其他问题上 亦都是 你记住是很可能的 是面临来自中国的压力 这些措施包括当局 要求 网络信息进行审查 即是 在中国的防火场之外 还要有其他的信息 要审查 在中国 Elon Musk 收购了 这个Twitter 其实 他就说收到内部消息 很多中共官员很开心 这些都可能是假消息 亦都是阴谋论 当然 现在 除了 西媒说 中国会受益 因为 其实他们就是说 Elon Musk肯定会听中国说 肯定会听习近平说 他都没做 你怎么知道 另外 除了 西媒警告 马斯克之外 原来欧盟也警告他 欧盟就警告 Elon Musk 在他领导的Twitter 一定要遵守 欧盟的 新的数码规则 我相信他也会 否则他在欧盟 经营不了 如果不遵守 未来 就会面临巨额的罚款 甚至是禁令 当然 Elon Musk 有一件事是坏的 就是 自由主义者 自由言论主义者 有时候他真的是乱差地说 还有 有时候涉及到一些 金融监管的法律 他都乱差地说 这件事他自己要收声 当然 欧盟的高官就说 现在 围绕着推特这个社交平台 未来 是会有一场全球监督战 这么厉害 这样 卖到是未必好事 对 被人监督 欧盟内部市场专员 就叫做Brenton 就跟 英国报纸说 在推特接受Elon Musk 440亿美金收购的 这个批评之后 这位 世界首富一定要遵守有关 审核非法还有 有害 线上内容的规则 他亦都说 我们欧盟欢迎全部人投资 我们是开放的 但是我们是有条件的 至少我们知道 应该怎样 告诉他 就是你记住Elon Musk 这里是有规有矩的 我们欢迎你 周围也是 是的 就算 刚才你说 你去到那里 做生意都要跟他的规矩 不是怎行 为什么西媒又不批评一下欧盟 应该批评欧盟 为什么 要听你说 所以就是一句话 做人就没有双从别准 去到哪里 当地什么法规 你就跟着做 如果你想做 做大生意的话肯定是 跨国企业 对不对 是的 欧盟这位专员也说 我们的规则是适用 是欧盟用的 不是你订的 那大家都知道 他订到的话 就好了 是吧 其实 我们知道 原来 每日 起码有几百万人 是 是欧盟 欧盟有几百万人 是靠这个 Twitter 获得新闻 资讯 所以 电动车救世主Elon Marks 对Twitter 这个交易 可能 会令到很多人是担心 又是说 言论自由啊 没有啊 不是啊 他说是绝对言论自由啊 而且有点过解 看看 看看他 现在卖了之后 Twitter的言论自由的尺度 或者监管那些 看看有什么变化 是 Elon Musk就说 言论自由是民主运作的基石 更加说 Twitter 对 讨论 人类未来的问题 是至关重要的 当然 欧盟的专员也说 我们现在刚刚签署了一个新的法律 刚刚立法的 就是令到大型科技公司更加积极地监管在线内容 但是他就说 相当担心Elon Musk 是不是会 真的会实现 监管内容这个 承诺呢 那就要看看 还有 原来Twitter 这间公司 是承认连续三年 是高估了受众的数字 Twitter就是刚刚承认了 在近三年的时间里面 其实 他们的受众人数的数量 是高估了200万个用户 这间社交媒体公司 自从给 Tesla的 首席执行官 Elon Musk电动车救世主 以440亿美金收购之后 首次的报告 就是公布了业绩 这个也是Twitter第二次承认 是错误地计算用户的数量 之前这间公司曾经在2017年发现 一个 持续三年没有被 注意到的类似错误 最新的错误 是在Twitter 同意 Elon Musk收购之后披露 其实 Elon Musk就说会重塑 Twitter的商业模式 这间公司目前的商业模式 90%以上的收益 是靠广告的 当然 第一季的盈利报告当中 没有什么可以看到的 亦没有对今年剩余的 时间的业绩有什么指导 因为他刚刚被人收购了 这间公司 也决定破例不举行 面向分析师的电话会议 Twitter 第一季 看到 有12亿美金的营收 低于华尔街的预测 这间公司就说 没办法 这个好笑 我战士也有关事 原来 你是社交媒体 他就说 我战士 这些 不利因素 搞到我们赚少了 这件事我觉得挺好笑 请问你是买什么实质的 看看电动车救势主如何 其实电动车救势主 亦有一个文件披露了出来 原来他 通过出售Tesla的部分股份 集资了40亿美元 当然 在他计划Twitter的几个月之前 已经增加现金 那400亿美元究竟值不值呢? 有些人就说 極度不值 那就不知道 如果你可以做到 其实Twitter肯定有影响力 肯定有影响力 要看长线一点 看长线一点 是的 当然 他不够 那就要卖一些股份 这个是没办法的 是不是 我们知道Twitter 亦都是Elon Musk 一个很喜欢的 表达自己诉求的地方 甚至 是表达诉求到有些东西说错了 还要和美国的 证券监管部门达成协议才可以 达成磨解协议 磨解协议当然要付银 当然要付银 他是不是 侧面也证明了 是没有绝对言论自由 这家 所以那些人就害怕 担心他如果上台之后 等别人乱差 但是 我当他不监管 但是 美国的金融机构 就是监管他 那些证监机构 就是监管他 我相信 每个国家 都是有 自己的法律 西方就说 糟了 但是监管了中国 究竟是不是这样 可能是监管了其他国家也不定 这个你很难说 因为你什么都没做 当然 什么都没做 他都会给你一些压力 不要听习近平说 其实 听不听习近平说 都不要紧 最紧的是什么 最紧的是守当地的法律 是不是 就是这么简单 好 今次节目时间 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